臺南市有一處新建案的居民 最近人心惶惶 主要是日前有男子頭戴帽子 口罩 騎著烏排機車到附近 隨機按住戶門鈴 有人一門就假裝找人 並往銅牌其他間透天錯門 縫貨門底偷看 如果沒人的話 就直接開門入內 警方已經根據監視器 鎖定犯案男子 並且加強巡邏 住戶拍下一名頭戴 黑色牙蛇帽口罩的男子 先是從一戶透天錯走出 後來又直接走進另一戶透天錯 調閱監視器後 發現他還隨機按銅牌 其他透天錯的電鈴 有人一門就假裝要找人 男子同時還四處走動 一下子透過門縫偷看 一下子又蹲下 從門底看動靜 確認沒人又開門進入 15號下午1點50到2點 這10分鐘內 男子行機可疑 引起住戶注意 因此向警方報案 也在附近張貼海報提醒居民注意 其一台無牌機車停於附近向口後 便下車徒步尋找效果目標 隨即並拿強力電池 斷開加重門鎖後 進入查看有無人在內 撐息犯案 警方調閱監視器後鎖定犯嫌 並在當地設巡邏箱加強巡邏 由於最近的新建案都使用簡易的電子索 只要持有強力電池就可以輕易斷開門鎖 警方也提醒住戶出門 除了鎖上大門 也要把家中其他的門跟窗戶鎖上 以防笑笑入侵 記者央華談的報導